從政策來說 應該是一個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有需要干預的時候要干預 當然後期有一個 Washington Consensus 有一個 IMF 和 World Bank 所說 永遠都要 liberalization 永遠都要 deregulation 永遠都是 non-intervention 傳統的看法 在華盛頓做 base 的國際機構 全部都認同 各樣要 free 各樣都要由 price 去決定 但是不是的 四小龍說出來 中國今天說出來 華盛頓 consensus 未必是真的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說過甚麼呢 北京 consensus 中國做的方法 但我提出香港 consensus 更好 香港那種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那種做法 可能還是最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 我所說的就是 我曾經在 1988 年的時候 是將它一個理論化 說你不能夠只講經濟 其實四小龍的成功是經濟 政治 和文化結合 互相有關聯 因為你只講儒家學說 有些人馬上會駁我 他說中國信了儒家幾千年 為甚麼不發達 那才發達呢 很容易就爭取我 但不是 我將這個 model integrate 了它 在相當的情況之下 儒家學說才能發揮它的能力 那這個我就避免了一些批評 那這個就是 就是說 經濟發展成功的need model 不是說任何的經濟發展成功 而是在一個出口道向的模式去成功 四小龍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有它文化的原因 有它政治的原因 我們不能夠將它太過 所謂overgeneralization 大家寫文章都是 你有你的觀點 但有時你又不可以overgeneralize 你要generalize 又不可以overgeneralize 就是你寫東西的時候 所面對一個挑戰 你不generalize 當然很散 都不知道你說甚麼 overgeneralize 又會過了火 那我們現在不可以overgeneralize 這個need model 只是在出口道向 一種 labor intensive 的模式 是可以有用的 這些powerpoint 可能可以給你們 不要緊要 你又不用抄得那麼辛苦 supported by 甚麼 就是一個political system 因為要有political stability 才有些pro-market 有些market可以出到來 有些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如果你的政府是脆弱的時候 很多政策不 effective的時候 你不可以六個月 做到石劫尾 即黃大仙那些屋出來 你又做不到很多東西 所以很effective 有一個hard state 也要有一個cultural value 因為cultural value 有一個high saving entrepreneurs hard working labor force 種種加起來 就孕育了一個出口道向的經濟 但今天可惜到90年代 我是一個諷刺 還是一個paradox 1988年我當時發表這個文章 其實信報有登陸的 信報月刊有翻譯了 就是我作為一個講座教授 就職演講 1988年 1986年是講座教授 兩年之後我給了一個 所謂英國的傳統 你做講座教授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要給一個 叫做inaugural lecture 一個叫做就職演講 這是我的就職演講 是講了need model 但是很諷刺還是不是 諷刺 到我要在嶺南step down 半退休的時候 1997年的時候 學生為我建立了一個 lecture series 在港大 我又叫我去講一次 我當時說什麼呢 我說這間need model 是舊了 我叫做 我現在的那個叫做brick model 現在是brick 大家都知道金磚四角 那怎樣由need到brick 是一個很興趣的 我過去幾年在思考 所以我由就職演講 到我半退休演講 就由一個need到brick 就是說整個經濟發展 一直是動態的進展 今天為什麼不是small and resource gas 今天經濟發達的地方要大 好像俄羅斯 好像中國 巴西 印度那麼大 要resources rich 我有解釋 不過今天沒有時間解釋 是吧 你可以在網上看回我的 Edward K.Y. Chen lecture series 在Hong Kong 你會看到我的powerpoint 我會解釋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transition 由一個小島型的經濟 的過時 而到一個偏重 一個要地大脈搏的地方 才會經濟發展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就是在歷史的轉折裡 我心想香港不要當它沒有intervention 我只是隨手撿起來 已經有很多很重要的intervention 是符合我所說的積極性的不干預 你看看 你可以多交下去 我只是想到 隨意想到 第一就是land policy 你怎麼能夠說香港是lacy fair 香港政府沒有角色呢 當每一分土地在香港都是政府擁有的 土地是香港最重要的資源 而是all monopolized by the government except一塊 大家知不知道哪個地方不是政府的 全部都是lease hole來的 理論上 是不是 全部的land 由政府去賣去決定用途 只有 什麼呢 大堂 即是花園道 那裡就是教會的 永遠擁有的 其他每一寸土地在香港 都是政府的 政府還要決定什麼時候拍賣 賣多大 指定用途 是不是intervention呢 沒有可能有policy通過這裡 good or bad policy we don't know but policy is definitely there through land allocation 規定的資料 這就是 我們在香港之間 我們會做一個 我們會做一個 我們會做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